下一個也是考試沒考的要做 洪水淹大水 淹大水有兩種 一種叫外水一種叫內水 內水是都市海水不良所淹起來叫內水 外水是河川河水暴漲淹過來叫做外水 我教的都是外水 我跟你講都是外水 就是河川暴漲所過來的 不是那個都市海水不良所造成的 那麼台灣幾月到幾月雨量比較多 7月哪月? 9月 8月 7月 4月 5到9 5到9 789叫什麼 台湖 好帶來豪大雨 這是我們造成洪水的主要原因 下大雨造成洪水 然後呢做大水淹大水 5、6、7、8、9 梅雨跟台風 那麼洪水來什麼 加油淹沒 淹過來 沖石 我們只有交青石 我們沒有分什麼沖石、磨石、瓜石 沒有 就是用水沖要沖石 還有夾在浴泥的撞擊之類的 好當委會有一些 當委會有一些那個影片 對不起 不便 好 然後再來很不幸的 我們就喜歡住在容易淹大水的地方 我們會住在沖景平原 因為沖景平原比較不饒 做東西比較做得起來 什麼叫沖景平原 就是淹過水才會有一個沖景平原嘛 我們左邊一座塞 右邊一座塞 你住哪裡 住中間嘛 OK 就下來 這就是容易會淹水 就是你就會住在容易淹水的地方 然後會造成災害就更加的嚴重 好 然後有些淹沒、沖沸 會有一些照片 照片 照片 這些損失 然後呢 泥沙域浪的照片 所以 就是以前古時候戲子淹大水的時候 這應該是萊爾夫對不對 萊爾夫 大概快要到一層樓高 這個還好一點點 蠻高的還要高 下的比較有趣 人人可灌來 就直接過去就手一灌就灌來 人人可以灌 OK 人人可以灌 因為水那麼高 所以就可以行船嘛 開船過去救人或送便當 送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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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支水配完之後 這些車都叫做泡水車 左上角那台車應該是心停的 而且上面還有藍的 比較心停 所以說沒有 其他都是泡水車 萬一不幸長大以後 你的車子萬一不幸變成泡水車 請不要發動它 就打電話給拖調查 把他拖去修車場 所以很刀 很多很多的錢 把他修好 如果你決定放棄要報廢 會不會沒有意見 因為他真的會花很多很多很多的錢 泡水車 那他們就有沙子對不對 所以因為 因為他停了 所以呢 不動了 所以流速派 所以成績會變強 所以泥沙會淤積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就前面剛剛跟你寫過那些話 有那些話 好 那我們就說怎麼辦 我們要了解啊 怎樣怎樣怎樣 這也都是必要的屁話 必要的屁話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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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們現在還在吵一個澀子島對不對 澀子島還在講怎樣怎樣怎麼處理 澀子島在我剛出生的時候 做完結彎曲 澀子島是那邊是被列為所謂的赤紅區 什麼叫赤紅區 淹大水的時候淹那邊就好 不要淹到別的地方去 所以澀子島本來就應該會淹水啊 他本來就做赤紅區的啊 可是現在那邊人越住越多 那就可以該啊 該我好可憐啊 每次下雨我都淹水啊 你們要救我啊 你們要保護我啊 你們要把這個全床弄掉啊 所以 好 麻煩 然後呢 告訴你說要有一些措施 有個防洪措施 這叫做圓山紫分洪道 他在汐止的上游有一個大大的河道 然後有個通道應該是 淘大海峽吧 淘大海峽那邊去 就是水淹到覺得雨量大到的程度 就把塑造打開 那上游就把水排掉 就不會淹到下游來 要蓋的時候有人反對 覺得他沒有什麼路用 可是依照目前的實驗結果 到目前為止他好像還蠻有用的 到目前為止還蠻有用的 自從他蓋完之後 做完以後 細紙就不太會淹水了 所以細紙的房價又起來了 因為以前細紙房價慘疊 因為只要下雨他就淹大水 那現在呢沒有了 所以他房價又會起來了 房價又起來了 所以這些防洪措施 然後呢到這裡要搬走 他們講過搬到高處啊 不要被淹到啊 所以大家都會知道 還有要你撤就撤 不要再死守家園 死都不撤 浪費社會資源 再來就是 生理保育 然後劉老師 這句話會講很多遍 做好生理保育 水中保石 要不要幫我防治很多的災害 以上就跟各位簡單的介紹一下 紅水 OK 下課